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生命探索 我是李方 咱們今天來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的名字叫做《誤會》 我們在生活當中常常有被別人誤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誤會別人的時候 所以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早年在美國 阿拉斯加有一個地方 有一對年輕人他們就結婚了 後來婚後就生了一個小孩 但是很不幸 這位太太因為難產就去世了 所以就留下這個孩子 這個年輕的爸爸又要帶孩子 又要工作 實在是忙不過來了 又真的是找不到人手 那怎麼辦呢 他就訓練了一隻狗 這隻狗就是一種家犬 那這個狗呢 就是我們知道狗是很聰明 也很忠誠的嘛 就是讓他來幫忙照顧這個小孩 那這個狗啊 他也是很可愛 他會咬著這個奶瓶去餵這個孩子 那也對這個孩子非常的照顧 所以呢 主人也是很放心 那有一天呢 這個主人就出門去了 說呢 叫這個狗啊 你好好地照顧孩子 我到別的村 要比較晚一點才會回來 但是呢 就是他到了其他的村莊之後呢 因為呢 突然就下了這個大風大雪的 是這個冬天 所以呢 他就是真的是那個沒有辦法 馬上呢 就是趕回來 那就是他就很著急 就是知道孩子跟狗在家 他非常的著急 但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只好呢 無奈何等到第二天的時候 他就馬上匆匆忙忙趕回家裡的時候 他就一推開門的時候 這個狗啊 一聽到聲音就是 馬上就出來迎接他的主人 那個主人呢 就是去找他的孩子 他把房門打開的時候一看呢 只有這個狗在 然後呢 他看到啊 床上全都是這個雪啊 然後孩子呢 不見了 那狗在身邊 這個狗的這個嘴巴裡呢 都是血 這個主人看到這種情形之下 以為狗性發作 他肚子餓了 把孩子當食物給吃掉了 當時是這個大怒之下 拿起這個菜刀向著這個狗頭就砍下去 就把這個狗給 當時就殺死了 那殺死了這個狗之後呢 他忽然就聽到了孩子的聲音 那他趕快就去到處找 最後呢 在床底下呢 就把這個孩子給拉出來了 他就抱著這個孩子 雖然孩子身上呢 也有這個鮮血 但是呢 沒有受傷 那他就覺得挺奇怪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再看看狗的身上呢 他發現這個狗的腿上的肉不見了 那他再去尋找發現呢 在旁邊呢 還有一隻狼 這個狼啊 嘴裡就咬著這個狗的肉 這個狗啊 為了救這個小主人 他就是呢 去防備這個狼 然後狼就是把這個狗的 這個腿上的肉給咬掉了 實際上這個狗啊 它是救了這個主人 可是呢 主人是在盛怒之下 他誤會了這條狗 結果呢 就發生了這樣子 很不幸的事情 那這位年輕的爸爸 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後悔 所以也就是通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 當我們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當下盛怒之下呢 千萬不要去做這個決定 要冷靜下來 理性的去處理 就不會發生這麼遺憾的事情了 好 那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呢 就是 就是有一個海踏 海踏餵奶的故事 那這是呢 一個很真實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商人呢 他是親自口述的 他在沒有經商之前呢 他是一位獵人 那他就專門去打 去捕捉這個海踏 有一次呢 他就一出門呢 就抓到一隻很大的這個海踏 那等他剖下了珍貴的毛皮之後呢 就把這個尚未斷氣的這個海踏 就把它藏在這個草叢裡 然後呢 他就離開了 那到了傍晚的時候呢 這個獵人呢 就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發現了這個海踏不見了 那但是就是有一條血跡 他就順著這個血跡啊 去找這個海踏 到底去了哪裡呢 後來呢 他順著這個血跡 就找到了海踏的家 一個小小的洞穴 那這個獵人就把頭啊伸進去看看 他看到那個情景之後 他是大吃一驚 原來這隻海踏 他忍著脫皮之痛 那他的皮已經被獵人剝去了 他掙扎著回到自己的窩 為什麼呢 當獵人呢 拖出這隻啊 早已經棄絕的海踏的時候呢 發現有兩隻尚未睜眼的小海踏 正緊緊的瞬息著死去的媽媽的這個奶 他在吃奶 當時看到這個情景啊 這個獵人他是受到非常大的震撼 他非常的難過 他說呢 他從來沒有想到動物啊 他會跟人類一樣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母子人倫之情 臨死的時候忍著巨痛 他還要回來呢 就是給孩子餵奶 怕自己的孩子餓著了 那就是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這位獵人他是悲蟲 這個非常的悲痛 痛不欲勝 他當時的感覺就是非常的懺愧 而且他這個 自責悔恨 但是都無敵 就是無盡於事了嘛 因為這個海踏媽媽已經死了 小海踏 因為沒有奶吃也餓死了 所以呢 他當時覺得無敵自容啊 他說我從今往後啊 再也不做獵人了 他就放下了刀 就是下海經商去了 那很多年以後呢 就是這位商人他這個 這樣子一個傷痛的記憶 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所以呢 當時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眼裡都是含著眼淚在說這件事的 好 那這是一個故事 再有呢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故事呢 就是寬大 寬容的寬 大海的大 這是一個呢 來自於這個越戰真實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也讓人是唏嘘不已 那有一位戰士呢 他當時參加了這個越戰 他從這個舊金山就打電話來 給他的父母 告訴他父母說 爸爸媽媽我要回來了 但是呢 我有一個請求 就是呢 我有一個朋友 我要帶他一起回家 那他父母就說 為什麼呢 他說 那不過也沒關係啊 有朋友來家裡 這一直很好的事情 我很高興 但他兒子就說 我不是帶他回來做客哦 我是帶他回來常住在家裡的 因為啊 他在戰場上的時候呢 他失去了一條胳膊和一隻腳 所以他現在呢 就是已經殘廢了 他也走投無路 所以我想把他帶回來 所以我想把他帶回來 跟我們一起生活 你們覺得怎麼樣 他爸爸就說啊 兒子啊 我很遺憾哈 不過呢 或許我們可以 就幫他找一個安身的地方 但是呢 你看他這個已經殘廢了 他會給我們的生活再帶來一個 就造成很大的負擔吧 所以呢 我們還有自己的生活要過啊 我們也不能就是 這樣我們的正常生活被他破壞了哦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建議你啊 先回家 然後把他忘了吧 他會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 你把他忘記吧 那電話收到這兒 他的兒子呢 就把這個電話給掛上了 從此 再也沒有打電話回來 人也沒有回來 這個父母啊 就非常的著急 就說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他們就到這個舊金山的警局 呃就是呢 跟他們說呢 我們呢 就是就是問他們 那這個警局呢 有一天就打電話給他了 就說你呃 這個你的兒子呢 已經墜樓身亡了 哇 這個父母 你知道這個非常的 呃傷心難過 他們就馬上趕到舊金山去 當時他們在認屍的時候呢 這個把這個蓋石布衣打開的時候 他看到呢 他的兒子 只有一條胳膊 只有一天 只有一隻腳 那看到這個情景呢 當時他的 父母 就明白了 他當時打電話回來說要帶回來那個人 實際上就是他自己 但是呢 他看到了 呃 當時聽到爸爸媽媽這樣講的話呢 覺得說 自己會成為他們的負擔 所以他就跳樓了 那這個故事呢 實際上呢 告訴我們什麼呢 不要戴著一個有色的眼鏡去看待別人 因為呢 你不知道啊 你真正傷害的是誰 寬大的待人 然後 嚴謹的對待自己 任何時候都是這樣 OK啊 以上呢 就是這三個故事呢 跟您做分享 好 感謝您的收看和關注 也請您持續關注生命探索這個頻道 我是李方 那我們下次見